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香蕉超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频道第21集的视频 今天这集影片又再次回到了过年那几天的那个十二十四时的拍局 有种一旦玩大了就有点回不去的感觉 难道说以后只会越玩越大吗? 我自己其实并不希望是那样 因为我的这个频道的主题还是以朋友的娱乐局为主 所以进出太大的话总归是不太好 那今天这场牌局我一上来是先买入了两万 颜色分布是红色十,黑色100,黄色1000 那就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牌局都有哪些精彩的手牌分享吧 今天的第一把牌,前卫有一个Limper 我在装卫用一个A勾不同色加注挤压到了200 这个时候小忙是做了一个3Bet到800 都弃牌到我之后我是选择了跟注 这把牌小忙的有效后手差不多在7000左右 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翻牌是来了A圈4彩虹面 小忙持续下注了一个小注540 那我们有顶对A自然是哪里都不会去了 选择了一个跟注 随后转牌是来了一张红桃9 牌面是有了后门红桃童花听牌的可能 小忙是选择了一个过牌 考虑到我们手上是有一张红桃勾的阻挡的 而且小忙也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玩家 有着丰富的游戏经验 这里如果它是一些红桃AX的排型的话 还是会高频在这个转牌做持续下注的 所以我们这里并不太担心后门红桃童花的可能 而且此时小忙的后手相对于底时的SPR比例非常危险 如果我们下注很有可能会遇到小忙在这个转牌的一个过牌全压 那我们的这个A勾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所以我判断此时我们的这个A是处在一个要么无限领先 要么无限落后的状态 于是我也选择了一个随后过牌 最后合牌是方片5 是一张比较空白的合牌 小忙再次过牌给了我们 那在这个合牌我们自然是可以打一个价值下注了 于是我下注半吃不到1300 小忙则是马上选择了一个弃牌 好的那在收下了今天的第一个随拜的底池后 我们再来看一手随拜的底池 这把牌前位有一个Limp CO是加注到了240 我在装卫看牌K圈杂色 对上CO的加注 我是选择做了一个随拜的到880 这次的这个CO的玩家呢 和上一把的小忙玩家的类型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玩家的风格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喜欢跟注的那种风格了 而且他一开始的买入是4000 这把牌的时候呢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3000多一点的后手 是一个我们这个K圈在翻后击中K或者圈 能够轻松游戏全部筹码的这么一个深度 那不出所料的CO是选择了在不利位置 跟注了我们的所有拜单挑 翻牌是960彩虹面 我们的概念是两高张卡顺 虽然这是一个天顺的牌面 但是在这样的所有拜的底值当中呢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持续下注的 那由于我们在这个牌面的范围强度非常一般 我是选择了一个比平时所有拜的底值 持续下注尺度更小的这么一个尺度 只下注了一个四分之一不到400 这里考虑到CO的后手 这个400的好处是如果CO选择跟注 我们则可以利用位置根据转牌的出牌 自由选择接下来的行动 那如果CO加注 如果只是加注到类似像1000左右的这种价格 我们还是有能力可以跟注看转牌的 如果CO是直接选择全牙 我们也可以轻松的选择弃牌 那在我们下注400之后 CO是选择了跟注 继续一起看转牌 转牌非常的不错 是一张K 在CO过牌给我们之后 我是选择打了CO的后手 CO也是马上就选择了弃牌 我们再收一个随拜的底值 今天这场牌局开局 连收两个随拜的底值 那我们会延续这样的势头 再次满载而归吗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的第三把牌 我在CO又拿到了一把EGO不同色 而且非常巧合的是花色 也和第一把一模一样 这里前面没有人领盘也没有人行动 我选择Open开支120 之后是Stradle选择做了一个3Bit到420 这个420的尺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我也是轻松先选择了跟注 单挑 翻牌是来了A84彩虹面 挺干燥的一个牌面 不过Stradle并没有选择做持续下注 是选择了过牌 这里似乎又和第一手牌在转牌的情况有点像了 无限领先于Stradle的一些Duck的口袋队 无限落后于一些AKA圈甚至是AA 那对上大部分的玩家的 我可能是有一定频率在这里会下注一下的 但是这里的这个Stradle玩家堪称岩石 他每次来参与牌局 五六个小时都不一定会有一次随Bit 并且翻后非常喜欢埋伏 于是我思考再三后 还是选择了一个随后过牌 紧接着转牌是来了一张9 这个时候Stradle是终于下注了 下注了差不多半池450 而我则是小心翼翼的先跟注一发再说 最后合牌是一张K 他又选择了过牌 弄得我在后卫非常困惑 说实话我也真的不知道这里该怎么办 是否可以进行一发下注 最后我是选择了极端偏离 再次随后过牌 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的 Stradle玩家是秀出了踏实AK 又吓得我再次赶紧埋掉了自己的手牌 接下来这把牌呢 由于过程比较激烈 导致我没有留意到中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画面都没有录到 那就让我来讲述一下整个过程吧 首先是翻牌前 我在大忙位置起手八九不同色 并且全部人都弃牌到了我这里 我选择开持200攻击Stradle Stradle跟注防御单挑 翻牌是来了圈七五彩虹面 我们是一个单纯的卡顺 先选择常规持续下注了一百七十 希望能直接打走对手的一些没有后门概念的勾嗨或者十嗨之类的 不过 Stradle是选择了跟注 随后转牌是一张草花 二是带来了后门草花同花听牌的可能 我是继续下注了一个中注七百二十 这里可能就是我这手牌犯错的一个地方了 因为我手上的两张牌都不是草花的 所以对手还是很有可能有类似像草花圈叉和草花五叉这种组合的 以及本身的一些顶对圈都是不会对我们转牌的这个下注七牌的 并且即使合牌出现后门话 我们要去扮演的风险也非常的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手果然跟注了七百二十 一起来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方便A 算是为数不多的对我们还算过得过去的一张合牌了 因为在这手牌里对手有草花AX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这个Straddle就是第一把牌的小毛 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 会用AX同色在翻前做3bet的 那基于这个判断 加上当时骑虎南下的禁地 我心一痕 硬着头皮 打出了一个超池 三千二 直接把我的范围急化到极限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Straddle最后还是选择了不相信我们 靠下了合牌的这个超池的下注 他的手牌是圈十 我们也只能无奈的敲敲桌子 目送这个八千多的大底池 离我们远去 今天的第五把牌 我在小毛位拿到了一个AK 之前装位Open200 我选择做了一个3bet到900 不过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Straddle选择冷跟了这个900 装位则是选择了气牌 这把牌变成了我和Straddle的一个单挑 翻牌是来了AK圈 那这边我判断Straddle的范围 基本是落在A圈A勾 勾勾实实 以及也有一点可能的同样的AK上 因为这个Straddle也是一个挺喜欢 跟注埋伏类型的玩家 那不管这把牌Straddle 是什么组合 我的计划就是在后续出张安全的情况下 连续下注三次 于是在翻牌自然是先小注下注400 Straddle跟注 随后转牌是一张三 我再次下注1400 Straddle继续跟注 最后合牌是一张7 我依照计划第三次下注了2800 Straddle最后是选择了气牌 事后他说他的确是A勾 那对上A勾这个组合 这把牌能在这样的随拜的底池当中 翻后拿到两条街的价值 也算是能接受吧 那就让我们赶紧来看下一手牌吧 接下来就又是一手大底池了 接下来这把牌 我在小芒卫拿到了一把口袋对7 之前的行动是前卫有两位玩家选择了Limp CO加注挤压到了300 虽然说这个300的挤压尺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对7是自然是可以跟注 进去看看能不能撞一个set的 那在我跟注之后 前面的两个Limper也都跟注4N底池 这把牌的翻牌底池就已经来到了1260 随后翻牌果然让我们撞到了我们的set 翻牌是圈70两个方片 不过这个翻牌出现在这种4N底池当中 可以说是一个潮湿到不行 在我第一个例行先过牌后 我还在盘算着在这里要选择做过牌跟注 还是过牌加注的时候 后面的三个玩家都很快的选择了过牌 继续四人一起看转牌 很快 核观发出的转牌是一张红桃A 这张A呢是很明显有掉落到CO翻前加注挤压的范围当中的 于是我在转牌第一个也先快速的选择了过牌 计划如果接下来CO下注的话就对CO做一个过牌加注 隔离前面两个Limper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前面其中一个Limper在中间位置率先跳出来打了一个600 然后另外一个Limper气盘后CO选择了跟注 行动再次回到了我这里 那在这里我通过现有的信息进行判断 这里比我们大的组合分别有实时圈圈AA和K勾 那如果CO是实时圈圈AA 那他在翻牌是一定会下注的 那如果CO是K勾 或者是翻牌多人抵持随后选择控制的AA 那他怎样也会在转牌选择做加注了 所以我是基本排除CO有这些组合的可能的 因此问题就在前卫的这个转牌打了600的玩家这里了 他这边呢AA和圈圈的组合也是基本可以排除的 剩下的就是实时和K勾了 那这里这个前卫Limper是这两手牌吗 这边我和这个玩家呢也不是第一次一起游戏了 我当时觉得如果这个玩家是这两手牌 转牌自己下注的尺度应该不会这么小 半尺都不到 那在这个潮湿的转牌 他应该会用更大的尺寸才对 加上此时底持已经2400了 他的有效后手呢差不多也就是在6000左右 我们要做加注呢也就是打他的全部后手了 在再三权衡之下 我决定推出了All-in 就算他是K勾 我们也还是有攻队的奥茨是可以追的 那结果嘛 我的判断是怎么可能这么准确的呢 自然是结结实实的撞在了他的K勾纳茨顺上 并且核牌的出张呢也没能帮助到我们 我们再次看着这个1万多的大底池 向我们说再见 OK那今天分享的最后一手牌呢 是我在Thread的位置拿到的一个口袋队5 之前的行动是CO开持200 我跟住防御 单挑 翻牌是来了466两个方片 行动都是过牌 随后转牌来了一张草花3 牌面是形成了双草花双方片 我选择领导的半池200 CO则是加注到了600 那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对子 还有两头顺的听牌 自然是先选择了跟住 最后合牌是一张红桃4 在我们过牌之后 CO是又下注了1100 这就非常奇怪了 加上当时这手牌已经是最后一把牌了 并且大家都也都知道的 水下的人特别投铁 因此我也是很快就选择了跟住 在我们跟住之后 CO是秀出了他的手牌是K10 我们抓机成功 算是稍微回了一点点血 好的 那今天这场牌局呢 在丢了两个超大底池之后呢 最后的水位是水下了6200 也算是能接受吧 两把大底池处理的 也确实都有不好的地方 也没办法 毕竟水平还是比较菜的 那喜欢我这类型影片的观众呢 没有订阅的记得点击一下订阅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拜拜